imf ana 繽紛私颈這個主題 繽紛其實往往被 拿來形容花朵的盛開 黃屯輝這藝術家 他出生並且成長在花動中鼓 他在那個過程裡頭 又因為讀到了 法國作家聖艾修玻璃的這個小王子 那小王子有一朵 跟他很有感情的玫瑰 所以從他的青春時起 他自己的生命世界 有一座燦爛繽紛的玫瑰花園 我們用繽紛絲鏡蛋一方面 實在說這個是一個花朵盛開的玫瑰花園 那之所以說是絲鏡的 是因為其實從他童年一直到他之後 從事任何一個工作 包含特別是創作繪畫 他其實都是帶著詩人的心靈 的這種表達方式 所以我個人就會認為 其實他開始從事繪畫以來 不管他是具象的 或者是非具象的作品 他這裡面其實都有著一種 絲鏡的一種特色 隨著他不同時期的作品 他這個絲鏡 又會有不同的這個表現 我的創作一開始 是因為我對人生的 那種追求的一個體悟 從最早期的具象的建築 到玫瑰 到這個風景 到抽象 其實我表達都是一樣的 我想去畫一個 我心裡面的美麗世界 你看到那個畫面 你還是覺得很安靜的 我們的人的存在也是一樣 你會有繽紛的時候 你也會有很孤單的時候 我都想去表達我對於這個美麗的世界 這種追求 或者是我的憧憬 其實畫抽象 它也不是突然的轉變 但14年以後 我改用了壓克力原料之後 它基本上它的美彩的使用上是不同的 我過去畫的這個油彩畫的抽象 我也嘗試過 但它的抽象呢 就是不能夠去很強烈表現 我要表現的那種東西 那要混色呢 它可能要靠一些堆疊的方式 所以它產生出來的機理 對我來講就是有更強烈的表現 第一層還沒有乾之前 我再上一次壓克力 然後讓第一層再跟第二層的堆疊 堆疊產生有些混色 有些純色的機理的效果出來 我們在看我的作品 雖然說它很繽紛 色彩比較多 因為我的習慣就是我用色會比較豐富一點 它感覺還是很寧靜的 畫玫瑰不管是什麼樣的方式 我很喜歡的就是畫出它的心情 所以你看到我有些玫瑰有的是很開心 有一些很害羞的 或者有些感覺就很寂寞的躲在後面 就好像那個離開人群的感覺 我個人覺得黃騰會在 他自己的生命體會裡面 他其實一直在開探著生命的有限 這些繽紛它是會消失的 就如同人的生命的有限 那一個短暫轉換成為 他自己認為的永恆 是兩者是一種的 goes中國在天下 我和這身人一起回應 那麼一人的那個 我和這身人都在想 那樣的答案 是你要脫進了 你們還是要把你 而不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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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或而已 感谢观看